九五后回村种地 记录年轻人回村的真实生活 我叫洛宇 成州北湖区华潭镇三河村村民 1997年出生 是一名标准的九五后 错了 再来 这是刹车 这是油门 然后打火的时候 跟我们开小车一样才离合 别看我年纪不大 又是一名女性 操作农机我不比谁差 作为一名重量大户的女儿 我在一年时间里 掌握了各种农机的操作 为此差点付出了一只手的代价 高德好 多年少 另外一天哈 加油 好 多年少 好 多年少 来 这 这不您是病人 做得好 做得快 好 多年少 好 多年少 好 多年少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作为一名农村长大的孩子 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情怀 2022年 我和老公放弃了厦门经营的服装店和民宿 决心回到这片广袤的田野 去绽放金黄的希望 在返乡的两年时间里 我切身感受到了传统农作和农业机械化的巨大转变 与人工作业模式相比 农民每亩水稻可节约种植成本530元 减少劳动力20个工时以上 每亩可增加300元 于是我考虑成立专业的农机队伍 用新机遇走出新道路 现在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共有专业机首20人 生产技术人员28人 工人219人 以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 展开机根 浴泱 机叉 机抛 机房 机收服务 尤其是在集中浴泱 机叉方面 展示了强大的服务能力 补齐了服务短板 同时降低了良民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投入 2023年我们为周边四镇作业3.7万亩 其中小农户3.1万亩 这就是我一鸣九五后回家种地的真实生活 从小家到大家 从小梦到大梦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和大家一起用土地 书写新农人的故事 在集中的访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